今天和大家讲一下这个制字和这个制字的分别 首先讲一下这个制字 说文解字讲制就是财亚 制裁是一个常用词 美国就叫制裁伊朗 制裁就是这两个字 为什么说制裁也呢? 说文解字的讲法 这个制字是怎样来的呢? 原来是味加刀 这边是味字来的 和现在我们解书写的这个味字 其实是同一个字 味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树木未曾修剪 即是说很多枝叶生得很茂盛 但可能又很乱 杂乱无章 这就为之味 好了,那你制裁刀是什么呢? 就是去修剪它 即是将那些可能生得很乱的 一些树木把它剪齐它 那就是为之制裁 所以财亚就是这个意思 财,我们说财缝 财衣是怎样呢? 亦都是将一幅布 将一些多余的剪去 将它用来逢成一件衣服 这就是为之财 所以现在呢 穿个衣字的财是有这个意思 原来财动财是一样的解法 都是指本来是没有规律的东西 本来是乱的东西 将它整齐好它 就为之财 所以现在呢 我们在现代汉语里面 这个财字作为动词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指规定 限定的意思 所以才有所谓制定 限制 就是规定 限定的意思 这个作为动词 亦都可以 将它作为名词用 所以就有所谓制度 即是规定了的东西 就是制度 一获两制 就是这个制 好了 本来呢 古时这两个字 根本是通的 所以这个制 用来作为动词 而呢 也可以表示 制造一样东西 但是后来呢 就加了一个 以字 在底下呢 就将它变成 你做一样具体的东西 比如说你制造一件工具 或者你制造 甚至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 制衣 就用这个制字 制品 制衣 制造 香港制造 美建 香港 就用这个制字 如果说是抽象的 例如有些规矩 条例 制定法律 就用这个制字 作为名词呢 都会用这个制造的制 这个制造的制 就不会用来 当名词使用的 制作为名词